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真的是恐怖哦 还记得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呢 有前辈跟我讲 人只要行得正不用怕鬼 但有些禁忌你不得不相信 今晚来宾 他原本也是一个非常铁齿 不信鬼神的人 但这些年跑下来 他认识的鬼 可以让他出一本书了 二少偷拍 不伤包养 命案追凶 一般民众看到的是新闻事件 社会记者却是清零现场 拥有超过二十年采访经验的 社会记者王瑞德 评论任何社会新闻 都头头是道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做出所谓的偷拍就好了 再相当民间的话 哇 那不得了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案件 从新闻现场体验最真实的社会 带着满肚子故事 王瑞德今晚现身永康头和秀 为您揭露 采访现场不为人知的母后秘星 采访别人故事 他本身二十年的采访经验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了 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先败 瑞德哥 欢迎 欢迎 据说又出新书了 对没有错 出了一本魔鬼 魔鬼 就是魔鬼 魔鬼是现在牛鬼神经特别多 第四本书了吧 第四本书 对 请说请客 谢谢 这本书 有没有 既然写鬼小朋友可以看吗 可以 其实还可以 我女儿读国中一年级 她就已经看过了 人家说这没有三分胆 而且八字不够的话呢 这社会新闻啊 你就别跑 请问瑞德哥 你跑二十多年了 你的八字应该是 鬼不敢去亲近你吧 刚好相反 我跑二十五年的社会新闻 然后根据原天刚 就是那个农民地 里面有那个 几两种几两种那个 其实我是很轻的 你几两种 我只有两两七而已 两两七 我都还有三两 两两七是很轻的 你知道吗 你应该三不五十都可以看得到吧 我就是 我没有那么容易看到 但是我有几次到 真的是有看到 我无法解释 但我本身 说坦白的 我没有宗教信仰 所谓没有宗教信仰 就是说 我不信鬼神 就是我不知道你 你跑社会不信鬼神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来了 可是 因为二十五年来 我相信 我们有很多是 没有办法用 现在的科学解释的东西 我绝对相信 那你是看到 我遇过太多了 真的遇过太多了 那个 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 有一次 因为我跑 我当记者跟别人不一样 人家都喜欢跑 中山分局刑事组 这些分局刑事组 我出了这些单位之后 我会跑冷门的单位 所以台北市 因为我主要战场 在台北市地区 每一个警察机关 我都去过 我都跑过 那我都跑郊区 有一件事情 我印象到现在 都非常深刻 为什么 因为那个警察分局 本身就是 坟场改建的 本身就是坟场改建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就是坟场改建 新北市吗 还是北市 台北市 台北市 然后呢 这个分局就是以闹鬼著称 是不是下面 还有一个地窖 水窖那种 不是 你说的是大同分局 大同 不是 事实上这一个比大同分局 闹得还凶 所以有一年 警政署下令 全国的警察 不准戴佛珠 不准佩戴 那个副身符 有一年 用正式公文 下令全国的警察单位 都不能配 只有这个分局例外 因为连警政署都知道 绝对不可以强制 这个分局的人 不准佩戴 所以你去把那分局 发生过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那一天刚好 是这个分局 破了一个很大的案子 他们抓枪 抓流氓 绩效最好的一天 那因为这个分局 平常没有记者在跑 只有我一个 所以那天晚上 只有我一个人 独家在那边跑来跑去 一大堆人闹哄哄的这样 我就在分局 跟地下室居留所 跑来跑去 就在分局 要下居留所的那个楼梯 做了一个老先生 我们都叫他胡伯 因为古月胡 他姓胡 那我们跟他很好 因为有时候到分局去 都遇到老伯伯 对不对 胡伯打个招呼这样 那一天 因为我非常的忙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都还有手洗的时候 所以必须要跑来跑去这样 因为犯人放在这个 居留所里面问 所以呢 我就遇到胡伯 坐在那边好多次 他穿蓝色的棉袄 蓝色的这个棉裤 坐在那边 我还跟他打招呼 我还跟他打招呼 然后他就笑一笑 这样跟我打招呼 我跟各位讲 我绝对不相信 那个是鬼 或是你们说的阿飘 为什么 因为那个太真实了 我跟他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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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